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愛很外傳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完美世界W 哇最經典的手遊啊又重新再出啦這個完美世界W 他有很精緻的模組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然後戰鬥畫面也太細緻了吧 旭哥有玩他的電腦版 他的PC版的這個檔案啊 非常的精緻啊看他這個做的畫面 好那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官方認證T0最強的職業 那會有各種職業直接實戰給大家看 超精美的畫面啊真的超讚的 有最推薦的職業啊然後最香的女角啊 以及這遊戲呢最多的里巴馬隱藏版的虛號有各種隱藏版的福利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虛哥來分享這遊戲史上最多組的禮包馬加上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啦 好那首先有這個VIP系列的 VIP666 然後VIP777 還有VIP888以及VIP999 這個最多的隱藏版序號 去個獨家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呢是這個 PWWTHANKS 那接下來有這個 PERFECTFB 接下來有這個 PERFECT2024 接下來有這個 PERFECT666 接下來有這個 PERFECT777 接下來有這個 PERFECT888 還有這個 PERFECT999 好史上最多的隱藏版序號 分享給大家 語音呢是屬於治療輔助的 在協助和生命這個奶媽的職業 都是非常優秀那傷害和難易度就比較低這樣 這個是羽靈 接下來呢弓箭手啊 虛哥蠻推的 有沒有 超美啊 超美型的 讚 這個虛哥就很推啊 羽芒輸出機動的職業 那生命很不錯 那傷害也是非常高 協作比較普通 那難易度也比較高但是這個職業非常強勢啊 不管在傷害啊生命都有很不錯表現 尤其是選羽角啊最讚啊 好接下來是人組啊 這個遊戲的人組呢有幾個職業都蠻強勢 尤其是這個遊戲有最新推出了一個 刀叉的職業 這個是虛哥最推的 好那我們先來看法師 法師是輸出爆發 他的傷害值呢是拉滿啊超強勢 那生命和協作就稍微低一點所以他的難易度呢稍微高一點 那輸出能力很不錯 而且女角很漂亮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哇 趙子龍啊 有沒有 拿長槍還有這個慢動作啊 Slow Motion 武俠輸出控制的職業 傷害一樣是非常高 那生命和協作呢 稍低而且這個職業啊只有男角啊 那難易度呢也是差不多中上 只有男角有點可惜啊 但是蠻帥的你喜歡這個像 這個趙雲趙子龍這種 然後長槍的話呢這個職業還不錯 傷害很不錯啊還蠻夢的 好那重點來了各位觀眾 來 這個最帥氣的職業來了 法美世界W呢最新推出的就是這個刀剎 輸出群傷 該有的都有了 生命值很不錯然後協作也不錯 然後傷害直接拉滿啊 最暴力的輸出 那難易度呢 也算蠻低的非常好用 絕對是必推的最神職業啊 那我們看一下 那女角呢更不用說啦 這個實在太美啦 不管是能力值啊不管是顏值啊 他這個面具會拿掉大家看一下他的顏值啊 超高啊 有沒有超美 你看這個精細的五官 傷害生命都不錯然後難易度又很低 協作也都有不錯表現而且是群傷輸出 最神的職業必推刀剎 T0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是妖竹 給大家看一下 妖竹 有沒有 這很像那個惡魔獵人的女主角 穿著緊身 妖刀輸出擊殺的職業 那傷害呢非常高 一樣是拉滿那生命和協作都還OK 難易度呢比較高一點 一樣是推薦女角造型好看啊 男角呢其實有些也不錯帥啦 那旭哥就是比較偏心啦 玩mrpg喜歡選女角 刀叉可能等一下來選個男角來給大家展示一下 但是女角真的美啊 好接下來是妖精一樣只有女角啊 太美啦輸出簡易 這個有debub的效果 然後生命協作傷害基本上都拉滿了 那難易度呢算是中間職 這個也是非常優秀的職業喔 必推給大家 好那最後一個 哇太美啦 最後一個是坦克 坦克比較帥又有這個慢動作slow motion 夭壽坦克然後追擊型的職業 那這個性別不用選 坦克夭壽嘛他夭壽可能沒有性別吧 生命值呢非常高那協作也是最強勢就是適合打這個mrpg一起 同樂 前面在前線幫大家談的那傷害和難易度都比較偏低這樣 好最神的職業分享給大家 太美了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完美世界WR最多的禮包福利啊 這個遊戲送的真的超級多啊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天我們就可以領到這個神寵 這是非常帥氣的金毛獅王啊 永久的坐騎 有沒有騎這個獅子就是帥 他眼睛也冒雙火啊 會不會太帥一點 眼睛冒火啊 兩眼發火 接下來有夢中情緣的時裝在第二天可以免費拿到 男的帥女的美 造型真的好看 那第三天呢有超強的鷹捆一樣是可以免費拿的 第四天有經驗神使 那虛哥現在已經玩到第五天啊 直接給大家看這個福利啊 實在是玩得很痛快 拿到這個角色 沒有很香的妹子 這隻叫做雲影 A級的英魂 好那接下來後面的福利還是一樣很多有西式天書在第六天 西式天書他的加成加很多啊 加閃避加很多 接下來第七天有大量的元寶 那第八天有仙魔技能書 這個可以自選喔這個非常棒 69級就可以這個仙魔技能 第九天送的東西呢虛哥覺得超級帥氣啊大家看一下這個飛行器 這個會不會太酷啊 有點科幻風啊 仙霞然後帶著科幻風好帥氣啊 第九天這個酒鍊他是永久的飛行器 那只有人族限定使用 太帥了 這個必拿第九天的 那第十天一樣有仙魔技能書 這個也是自選的 那第11天呢送東西很棒喔他叫做戀仙服使他是仙品的神裝 神器技能250然後有副雕琢還有這個氣零屬性 還有生命的加成 他神器的技能呢是可以造成 3138點的傷害輸出 而且接下來三次傷害會造成1.2倍啊 這個加成這個輸出爆發實在太強了 必推 然後其他還有像是生命啊物理暴擊啊 物理暴擊減免的加成 buff非常多啊 好那第12天的話呢有精煉神石 那第43天的話呢這個是遊戲王角色吧 超帥啊天魔會不會太帥 這個A級的一樣是 這個A級英魂啊 那這個遊戲你看免費都可以拿到這麼多東西 14天有元寶 這光是第14天 全部領完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輕鬆的 完美開局了 那遊戲還有很多活動那虛哥 講一下很多非常優秀的像是七日目標 他這個有追風暴 這個是可以永久的喔 看一下有沒有 然後領的同時還可以領到一堆資源像是可以領到英靈啊這邊 巨哥已經拿到這個呂青陽的英靈 然後有這個神裝 可以免費入手 獸影藏刀 這個加成也都加很多 給刀薩使用的 所以我們有最強的職業加上這個最強的神裝最強的神寵 然後最強的英靈啊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旺采這超可愛 這個最強的神寵旺采一樣可以免費拿S級 平衡 攻擊型的精靈而且好可愛啊 旺采 然後後面呢有這個 永安 神器 攻擊加成一樣加非常多 而且還可以回復自己的神明然後 Buff自己的物防還有法防 那最後還有這個燕光殘兆 這個都是非常好用的神裝啊 有沒有 然後霧超凡出世 這個品階12的神裝一樣可以免費入手 項鍊 透過這個七日目標 你看他的加成 物理攻擊啊 然後最小攻擊最大攻擊 物理暴擊啊 暴擊加成 還有技能冷卻縮短 可以這個CD時間減少啊 命中加成 全部拿到之後還可以拿到追風暴啊 這個太多了 有沒有 送超好 好那大家趕快跟旭哥一起來玩這款非常讚的完美世界W 妹子證然後遊戲送的福利又超多 好 記得預約趕快這個預約手遊我們下一集攻略見